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无论是替别人打工 又或者拥有自己的生意 其实我们工作的主要目的 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及未来有所保障 老婆 老公回来了 是啊 爸爸 小姐很乖啊 自己温习功课啊 嗯 对 那这些呢 是给妈妈做家用的 谢谢老公 那其他的呢 我们的存进银行 因为 因为把这些钱存进银行是最安全的嘛 小姐真聪明 我们都知道储存这些血汗钱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银行 尤其是如今我们的银行存款 是受到政府成立的机构所保障的 从2010年12月31号开始 收到保障的存款限额 已经提高到25万令吉 而保障范围更包括外币存款 不但如此政府所保障的范围更延伸至保险利益 为保单持有人提供保障 不好意思我迟到 因为刚才的乘客住得很远 没关系 其实这份保单我已经看过了 大致上我都很满意 对了 有关这里 你放心 我们的保险公司是政府保障机构的成员之一 保单持有人是自动受到保障的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保险利益保障制度是如何为我们提供保障的呢 那万一成员保险公司不幸倒闭 政府保障机构将会兑现你的利益所长 其中包括严重疾病 永久残缺 财务损失或毁坏 各项高达五十万令吉 另外还有残障级年间收入 每个月高达一万令吉 以上这两项消费者保障 都不需要申请或缴付任何费用 就可以享有了 当国家越来越进步 人民的福利就可以获得提升 我们的生活与未来 也能享有更完善的保障 PIDM保障您的存款与保险 预知详情请拨热线 1800881266 或浏览pidm.gov.my by bwd6